今天一清早,政府首长名义代表和张怀老的亲友学生都到张公馆行礼祝贺他福寿康宁,并且参观了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很多革命元老都亲自去为张怀老祝寿,奖学金由关富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秘书长郭继主持颁奖,他把奖学金颁赠给张新平、郭永雄、汤金泉和王志文,他们都是公读法律的优良学生,每个人得到奖金2000块钱。